就是這台藍色貨車停在加油站 地上布滿不明議題 車主指控都是公讀生煤注意 害油漏滿地 加油站則拿出監視器反擊 公讀生煤離開過加油島 油也只露出一點點 我來看為什麼油已經滿在地上 然後他就緊張他把油箱拉起來 還有把這個蘑菇包住油箱 因為他一直流出來 不小心溢出來一點點而已 並不是故意的 也不是說溢出來很多 關鍵就在這個畫面 仔細看身穿便服的公讀生 的確沒離開加油島 但手沒扶著油箱 油箱卻突然跳出來 柴油留在地上 車主指控 當時柴油漏出來的量 幾乎淹滿整個加油島 滿地都是油 但是加油站強調 這些液體不是油而是水 當時漏出來的柴油量 只有一個輪胎大 說你流量 差不多沒有到一公升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這樣不對吧 你流油來 是那台車 那台車是洗車 是一邊洗車一邊 你理所看到 如果從車前照過去 那是都是水啦 最後總共加了813元的油 店長想要退回漏出來的油 大約一公升24塊錢 但車主李先生覺得 怎麼可能只漏這麼少 所以最後店長開出這張 763塊錢的發票 退他50元 等於還他兩公升的油 車主指控公讀生沒有注意好油量 害油漏出來 事後卻沒得到應有的賠償 但是加油站否認有重大疏失 但也強調未來會注意好公讀生的教育 雙方說法都不容 記得連壓性黃香錦彰化報導 什麼時間會看到 四川 真是 七桃 六川 四川 六川